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诱惑 人家不敢 都把我当成男人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这我 我被他的外形欺骗了 现在就敢说 你能够让整个世界明白 这个男人是我的 你们谁也别动他的 不是每个老婆都有这种气场 我会用我爱的方向来爱他 但你知道这有时候是危险的 对呀 是不是我真的爱他多一点 但是我都是你 你一定要爱我 他是那种收割型的一种人 不会主动的去要 如果他真的要求那个事情 你必须得就要做得到 他真的是生活里面 70%是我的Hero 你好 你好 真的很不一样 以前可能就放一个小桌子 就在这儿 经过的人都会见到你在画中这样 我还要来看班 青春都瞬间就划过 工作跟感情生活对我来说是两个事情 我儿子常常觉得我没工作的 都很有空去买东西这样 我可以慢慢地回看我前半生的那本书了吗 我觉得那本书实在是包罗万有 我很不想把那些东西放进我的潜意识里面 我怎么可能出现在那个地方 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出现在 没有人在意的其实 从来没想过 公开会影响到什么 可能会为爱情放弃很多东西 那个时候你多讨厌 对不起 那个时候你的性格太不好 所以我故意整你的 可能那个就是他的那一刻 命还是很不错的 你说一段感情如果它是很成功的话 在夫妻两个或情侣当中 是男人占更主要的作用 还是女人起更主要的作用 我看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成功的关系 我觉得基本上女性要懂得拿捏 懂得去做的成分好像占了很多 应该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是 我们两个人都会 我觉得是平等的 都是要大家一起去付出 都去学习对方的喜好吧 那她最聪明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在你们的关系相处 但是两人相处当中 你怎么能看到这个女人 她有很懂得我的地方 她做的是很聪明的 很智慧的 一定有的 我觉得我老公不是一个 很记照的人 男人 因为我很怕男人这样 我同意 你不要管那个人 是你老公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怎样 你要只要他出生这样 我就 不行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这样 所以我会很自然 很多事情 我都可以很直接跟他说 他不是那种 鸡鸡毛毛一点点都记住 那些人 所以你就会很安全 很放心 就是他有大男人的那个东西 有 但是他不是一定要你做得到 如果他真的要求那个事情 你必须得就做得到 如果做不到呢 做不到就会比较麻烦 为什么 他可能会一直说一直说这个事情 但他不会说所有事情都这样 只是那个事情你要慢慢做 他会给你机会啊 慢慢做这样 所以喜欢一个大男人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大男人的定义 我先明白就你内心 很强的安全 对 足够的强大 当然我觉得女方也要懂得怎么去配合一个大男人 这点我觉得你是懂得的 对 我觉得你不要在他的面前摆出一副你在公司的样子 习惯了怎么指挥所有身边的人 工作人员怎么样 去旅行 去旅行 我看到很多女生 我说你们去一个旅行 你都已经这样指挥 指挥 你能不能让他感觉你要问他 你要靠他才可以坐那个车 去那个地方 他才会hero吗 这些你是在生活当中慢慢总结出来的 还是你身后天生你就 你就懂得 不不不 我觉得是相处下来的 他真的是生活里面70%是我的hero 因为我很多事情都不想去想 今天我特别赞同 就是我没有办法跟我一个我不欣赏不崇拜的人在一起 对啊 你就觉得他就是唱歌好听 眼神好看 长得好看 车又开得好 对 车又开得好 变功那方面也不错 又能开玩笑 又能照顾你 只是偶尔不认得路 但是也不是问题啊 虽然有时候你知道 你走那条路就可以到了 我偶尔都会说出来 但是你一定要让他去坐 不知道可能我觉得女人嘛 还是被照顾比较好 不要太强势 对对对 你知道在外人看来 可能很多家里是是你说了算 但是我的感觉其实 一定大事还都是他来说了算 这个当然啊 不一定是当然 为什么是当然 不是因为 你很乐意坐旁边躲躲闪闪闪的 应该说我说了那个事情 但是他会有他的意见 但很多时候我们两个人会慢慢磨合到一样的 不会说很大的分别 对还有就是我常常觉得 他会比我看东西比较大一点 会更清楚能正常 extensive 因为我了解我的性格有时候很冲动 或者是我看的事情 比较很黑白太分明了 她会比较中间一点 所以有时候就要 可能要听听她的 当然有时候 没有听我 没有听我 作为女性 这点我特别能够明白 就是小事上 可能比如她也许会任性 会按照她的意见来 但是以她这么聪明的人 她在大事上 一定会给你足够的意见 然后会足够的听从你的 那种表达 在她心中没什么大事情 还是有的 除了生死没大事 我们叫女追男隔层杀 还是隔章杀 对啊 但这种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比如说我就没有这种勇气 她是一个勇敢去追求 她想要东西的那种痕迹 算是有的 所以她有很多没用的东西都在家 我先拿回来再说 要不要再说是吗 她是那种收割型的一种人 有些什么都要 要什么都会主动的去要 是吗 你会用你的方法去争取 我会跟我可以提出要求的人去提出 我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会提出 那这么说吧 在她成为你老公之前 你们拍戏那时候 你喜欢她 你去表达 如果你内心没有百分之八九十的肯定 觉得这个人也喜欢我 他也会接受我的话 你也不会去表达的 当然 那哪来的勇气 你会觉得我一定会接受你 年轻嘛 这个问题好傲娇啊 才二十一岁 为什么不敢啊 你不答应你 或者你拒绝我的 没问题啊 不要真的可以去认识另外一个 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心态 原来如此 我就是其中一个 应该那个时候是 你应该是勇敢提出你的想法嘛 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要这样 不过这也就是你追求的第一个人而已啊 只不过是因为你够喜欢这个人你才去追了 对啊 我也没有说追的好厉害 就约她吃饭而已啊 谁谁便便地勾一勾手指 我跟她走了已经 你就跟我吃饭啊 对啊 想想想的 但问题是那个时候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什么都敢说 那你说一个女孩子 是她的外貌更吸引你 还是她的性格更吸引你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是那个外貌吧 那个性格是需要很长的事情 所以长得好看还是一个硬道理 对硬道理真的 比如做港姐那时候就已经是你喜欢的类型 对对对 她的拍档是89年最上的小姐 雍维德小姐 雍维德小姐你好 所以能见到她的真人觉得是不可思议啦 所以我跟你说一个女人是需要有自己事业的 对 其实那个光环它其实很重要 因为光环并不是虚荣和说虚无缥缈的 因为你喜欢这个人的话 她如果是普通女孩 你可能未必会看到她 说的也是 真的 但她那时候有所谓的那个光环的那个东西在吗 没有 可爱啊 我被她的外形欺骗了你知道吗 你以为她是 你以为她那么强喊 她以为我很温柔 对啊 我以为啊 真的 没有啊 她讲话就是 你之前没有那么厉害的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不是香港小姐 那袁维德小姐会不会因为信心会有了 而心情比较上是轻松一点呢 心情我跟准血彩一样 但我今晚会做得更加好 那你有没有问过你妈妈 她觉得你哪一样东西不适合娱乐圈发展呢 我今晚小姐她不能太表现她的那种促虏啊 那种一面出来 我想还是 啊好养 很稳心 很显熟的 嗯 然后跟她认识之后 她的卸任啊 然后就认识 她还没完全变回 她真正在她那个monster的自己 过渡阶段 对 过渡阶段还可以介绍 可能应该也会变回港姐 那一段 后来真的是一法不可收拾 就变回港姐 所以你喜欢这个港姐 那个人啊 没关系 你告诉我弟子 我只是过来而已啊 你过很久了 不到我住了 你来 站这里 我们可以一直走 你省钱吗 你真的省钱 你刚刚就别吃那个冰淇淋了 然后我就一直被杀哭到现在 对 希望她会变回那天的那个人 什么想摸 我就是摸把她给你 但是如果一个女朋友 太太每天都是 就港姐那种 特别礼节性的微笑 讲话都很温柔 啊我喜欢世界和平 她可以的 你喜欢的吗 我相信我喜欢 我们去看那个 01年的演唱会 01年是那个 Thank you 他就忍不住 你学一下 你学一下 人家只能说没 你声里没唱了 一首歌都学 他就学一下 学一下 你知道吗 我现在再不去看01年的演唱会 真的吗 对 开玩笑啊 我当然开玩笑 我多想去看 但是问题是 她只要碰到这样的人呢 就会 你看一下 你听一下 下次我问问01年老公 叫龚硕 我问她生活中是不是也这样讲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性格当中 就是两个人是需要有互补的 如果是互补的话 我先来一个脾气很大 我马上会有 你不是那样的人呢 如果我让她变成一个小鸟 然后我应该先 根本不会在一起 拿出我的内面出来 对啊 一个人可以演一时 你不可能演一辈子的 你的性格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自己一个小鸟 你走开 你觉得你是一个 在对抗外界诱惑的方面 抵抗的那个能力 是比较强的吗 那就看外界来的那个人是谁了 哇 你觉得我的没问题啊 第二真的可以去认识另外一个 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心态 原来如此 宋慧桥 宋慧桥啊 之前那些一来 他马上 马上就走了吧 我没什么外界的那种 诱惑 人家不敢 都把我当成男人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这我 我现在跟他的 我觉得不是那种外表 那种爱 你能够让整个世界明白 这个男人是我的 你们谁也别动他的 在那照着 不是每个老婆都有这种气场 我会用我爱的方式来爱他 但你知道这有时候是危险的 因为他爱我多一点 我要再爱他多一点 很肉麻 但是问题是我是说真的 一个人可以演 演一时 你不可能演一辈子的 你的性格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自己一个小娘一样的 你走开 但我觉得一个女人 能够找到一个自己 很爱的一个人 其他一切就都不在 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但你觉不觉两人在一起 爱不可能永远是对等的 是这样的 我最近就研究出来了 已经跟他相处了 差不多30年之后 你先研究点碗吧 我觉得 怎么能出去玩 求生育 就是像一个球一样 我们的相处的那个方式 一个球 那如果他里面呢 包含了他60%的他的霸道的话 我可能用40%的幽默来对抗他 如果他70%的温柔的话 我可能用30%的大男人来包容他 就是不停地在转变 大家的那个角色的分配 可是他时间都是100 他有多少 我会付出多少 他收多少 我也会给他多少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的 其实相处就应该这样 对 相处应该是这样的 但谈到感情当中 我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不管是一年 十年 一辈子 不同的时期 彼此的爱 不会都说我爱你50% 你也50% 不是 一定是某一方 某一个时期多一些 你觉得你们俩谁是多一些的那个人 你问我 我当然觉得我爱他多一些 就好像他刚刚说的一样 某个时候呢 我就感觉到他爱我多一点 我要再爱他多一点 很肉麻 但是问题是我是说真的 你是被感动了还是 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不明白吗 我明白 对啊 某时候你会出现一些 可能你说话我不想听到 不想听到可能是不想听 或者是你给我想一下 今天不能两个人都那么的爱 但是我会很快就会后悔 因为你感觉到他 感到你现在有一点不开心了 他会很想用他的来对你 希望你感觉到温暖的时候 我就会feel guilty 我就很想我要多爱这个人一点 我们各自自我审视 你觉得你是一个在对抗外界诱惑的方面 抵抗的那个能力是比较强的吗 那就看外界来的那个人是谁了 外界来的人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个女神 那就死定了 宋慧桥 宋慧桥之前那些一来 他马上 马上在走了吧 如果宋慧桥就死定了 那个时候 我就说就是那样的一个女神 是一个对你来说是非常吸引的 我说你梦中情人的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 他那个时候怀不乱 那个时候你的梦中情人是那个谁 中山美 美穗 那个我也很喜欢的 他那个时候说 如果他出现就 他也认了 不能认 不不不 因为有时候你输给一个 你觉得 你也觉得他是 不要 可以的 那你就好像 不是 那我宁可 输给一个每天见不到的人 那他每天在电视上出现 折磨我 那我不要疯掉了 我没有说他的那个知名度 我只是说那个 我明白 条件 那么好 你应该 我明白 那同样的问题 你也自我审视 就是你面对外界的诱惑 你是一个抵抗力 很强的一个人吗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出去拍是可以这样说 我其他人都 哥们 全都是我哥们 尤其你这种性格 更容易跟周围的人 处成像哥们一样 对呀 所以我没什么 外界的那种 诱惑 人家不敢 都把我当成男人 谁要那么大的胆子 这我 对呀 但年轻就是这样吗 你会以你的方式爱他 还是以他希望你爱他的方式爱他 我会用我爱的方式来爱他 但你知道这有时候是危险的 因为我们都想 这是我爱的方式 我全心全意爱你 但这未必是那个人想要的方式 可能会把那个人吓走 但你一直是以你的方式爱他 他还好下不走 但是问题是 我知道他觉得 我应该有时候听他的 在他的角度 在他的立场 希望他得到他的爱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会在学习 坦白说一直以来 我都很任性 觉得你就爱我 不管是不是我真的爱他多一点 但是我就是你一定要爱我 有可能会比较自私 或者是我用我的方法来爱他 但可能他有某些东西不开心 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 他希望你能不能听我的 或是你用我的方法的 慢慢就会想 我知道 但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我已经用了那么多年 但你知道这样很危险呢 只不过碰到这个人没有被你吓走 他也接受你的方式 但你这样子就是一味的 我就按我的方式爱你 你要接受对方很容易受不了的 会觉得无法呼吸 或者会觉得受不了 很有可能的 对不对 只要碰到一个用我的方式爱我的人 一定走 对对对 如果真的碰到一个另外一个女生 她刚刚那个条件就是 就是那个中三美岁 然后又是纯知弦 外形是这样子 然后她说话的那些 什么都是我最喜欢的 那你说我应不应该走 你的意思你会跟那个人走了 那是当然的吧 她应该也高兴送我去走吧 离开离开 不送不送 我刚刚有一点明白你说的那个 如果我用我的方法 比如说有些女生是那种 一天打一百个电话给她 你在哪 你在哪里 我要知道你在哪里 有些男人真的没办法呼吸的 我现在跟她的 我觉得不是那种外表了 外面的那种爱 是我觉得我比较想 就是她心里面想的事情 但你的确是一个比较能干 我们说不是那种真的厉害 但是很厉害的女人 你能够让整个世界明白 这个男人是我的 你们谁也别动她的念头 就你的那个气场 在那照着 不是 不是每个老婆都有这种气场 但这种气场对你来说 会不会成为一种压力 就是我老婆到哪 她的这个无形的影响力 都在我身边照着 就是让周围的人都离我远远的 这也蛮好 因为慢慢你会发现 其实爱情熟途同归 熟途同归 对 其实像一种轮回一样 当然每一个人的相处 都有一段蜜月期 开始一定会觉得很好 慢慢那个新鲜感过了之后 你也要跟她面对 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 包括跟她的家庭 她周边的朋友 她的事情 她的价值观 你都要跟她重新磨合 磨合之后 你一定没有人 可以是100%是 我们这个齿轮 是完完全是perfect match 是没有的 到现在都没有 你只能每天去磨合 两个人 勉勉强强能过一生吧 不要说这么 好像这么低 什么勉勉强强 勉勉强强能动就好了 不要千万不要动那个轮 已经很高的标准跟要求了 我觉得一段成功的婚姻 没有任何的秘诀 也没有任何的规律 可以去追寻 很多事情就很碰巧 两个人互相之间 又愿意包容吧 没有一对夫妻关系 在历经20年之后 它是那种说完美的一段关系 但是取决于彼此对于对方的需要 彼此愿意包容的程度 还有彼此的诚意 很多说诚意很重要 诚意不在于我没有 偶尔的可能小的缺点 小的错误 但是诚意就是我愿意为这份情感付出 愿意去克制我的很多 作为人的那种欲望 所谓白头到老 就是能够分得清厉害关系的 知道自己生活当中什么最重要 他们俩应该也是这样的 如果问他 你跟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的你要早说 早说就怎样 分开啊 我也放你 你也放我 我们没有故意去凝造那种模范 我们绝对不是模范夫妻 我们就你们俩身为父母 你们会觉得谁的那种教育孩子方式 其实是更科学 这个不能说 说是一个星期 妈咪你好坏 你也当好人 那谁来说我 你说我儿子 这个想法是什么来的呢 我唯一后悔的 我觉得是 伤害到他 我做错的事情 我愿意承受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骗不了人的 我以后也要告诉小朋友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家里除了我是活的以外 没有活 没有活物 鱼都没有 没有 那养他以后 有没有赚到很多钱 也应该算是吧 OK let's go Let's go 咱俩谁遛谁 是你遛我还是我遛你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